Hello RAV4的車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是 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這台呢剛剛看了一下是13年 13年還是15年款的 然後這台是2.0 13年的才對 這台是2.0二傳的版本 那車主的話 本來車上其實都是原廠的只有 加了一些拉桿 但加了拉桿之後呢 因為畢竟它是一台家庭用車 那有反應說載了家人小孩之後呢 後座的小朋友常常會有暈車的狀況 所以才來想說要提升底盤 所以今天選擇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道路板的配置呢 KT的話是配置前面6公斤 後面的話也是配置6公斤 其實以彈簧公斤數來說 RAV4這樣的公斤數並不高 前面的話 KT是有附上座的 這裡有一個上座 那阻尼的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這台車是3年後 上座剛剛拆下來的狀況是還好 那KT的話呢 其實都有附上座 這個上座的狀況 如果以13年的車齡來說 也大概5年多6年了 所以萬一拆下來的時候 要沿用原廠上座呢 那如果裝上去的話 是轉向的時候有異音 那到底是原廠拆下來上座有異常 或者是KTBNC有異常 就很難釐清 所以KT的話 在出廠之後呢 就已經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所以一旦有任何問題呢 那就很簡單 另外師傅在拆裝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好拆裝 不用再把彈簧壓縮 把這個拆下來 因為這台車是還好 譬如說一樣是TOYOTA的車款 在KMORI車上 它的上座在沿用的時候 就有特別的方向性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常常會有遇到 一些零件的細節 沒有安裝好 所以衍生的異音問題 所以KT的話 就有附上全新的上座 就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那安裝的時候的時間呢 也能夠做得比較快 這個是Rubber 前面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高低都是KT的話 高低都能調整 像黑條彈簧呢 剛剛有提到過的 道路板是6公斤 車主的話 其實對車高的要求 並沒有很高 就只有要微降個大概25mm 那25-35mm這個區間呢 也就是差不多車友 我們改 短彈簧之後的車高 Arua Ford的車款 KT的話 原廠大概 後輪的話 大概是四到五 後輪的話 原廠大概是八到九指幅 那降到最低的話 可以降低大概剩下四指幅左右 並沒有辦法像一般轎車 降到半直啊 長輪之類的 那最低的話呢 後輪的話 就是大概四指到四指多一點點 這個彈簧呢 是6公斤的彈簧 那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譬如說這個的 離載串的固定位置 還有另外一邊的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呢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車高的調整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呢 是從腳管 是統身可調的 所以調高調低呢 它的乘坐感覺是都一樣的 那怎麼調高 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 然後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那相反的 它的腳管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 第一個 區間範圍很大 第二個 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很都一樣的 那另外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能調低的幅度 算是不小 那車高降低之後的穩定度 當然就會提升了 但是畢竟Ruffle 大家還是以它的家庭用車 為需求考量之一 所以車高一般來說呢 也不會降得很低 里面的主尼魯部分的話 KT不論是大陸版 經濟版所選用的主尼魯呢 都是 義大利進口 一整桶進口的主尼魯 並不是授選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 安定性 消耗性 整整的表現都非常非常棒 是義大利 進口IP的主尼魯 那油風的部分呢 所選用的是 日本 島forder 所以在用料的部份的話 都是很不錯,都是一時直選 輪胎旅圈的話 今天沒有特別介紹,因為輪胎旅圈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這個版本呢,是17吋的 225、6、57 那之前幾台開直播的車友的車 也有幾台是18吋的 這台算是 Raffle 4代 4.5代的車友也很通常 這台是4代,2.0 二傳 左後的部分也已經安裝好 後面的懸吊系統部分 在這裡,它的彈簧跟避震器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後面的彈簧配置呢 是210吋,6公斤 這一個呢,是它的調整機構 這一個是在調整車高的部分 那避震器在這裡 那後面的避震器調整的軟硬的地方呢 是我們坐在下方 但是這一個避震器 因為它的上方的寬度啦 螺絲孔跟下方是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它是正差的避震器 但是要倒裝、要正裝呢 其實都可以 不論是正裝、倒裝都可以 那會選擇把它倒裝的用意呢 是因為它下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所以車主的話呢 不用再把車子頂起來呢 就能夠調整阻尼了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旋轉阻尼 所以還算方便 手的話繞過輪胎 摸到這個地方就能夠調整阻尼 那車高的部分的話 就可能需要車友呢 請專業的技師來做調整 那在這樣的懸吊系統 有一個特別要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一旦它預載過多的時候呢 就會不好做 那RAV4其實比較少會遇到 因為它的筒身是走短行程 所以比較少會遇到壓縮過度的狀況 如果最新款的五代的話 五代RAV4它是走TNG的底盤 那安裝上呢 就比較要特別注意 不能安裝 不能預壓縮彈簧過多 一旦預壓縮彈簧過多 怎麼調都一定一定不好做 那這一台呢 因為它的行程比較短 所以要安裝上的食物 反倒是比較少一點 那車主的話 本來也有改裝了一些拉桿 紅色的這個部分 那覺得效益不符合需求之後呢 才選擇再來改裝避震器 那當然啦 改裝避震器或者是 加大輪胎旅圈的效益呢 其實都是 算是都很立竿見影 那KT的話 很多車友還是在 還是在一直觀望當中 那這一台車呢 我們其實都有實車可以提供試乘看看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避震器比較 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有車子的話呢 就試乘看看 覺得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 那它的後面懸吊系統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所以它後面的避震器 還蠻短的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彈簧的上部的橡皮的話 就不需要使用 KT就有附了 下橡皮的話就要沿用了 OK 以上是今天RAW4四代的 安裝的直播影片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興趣 可以到 跟我們的那個 KT的粉絲團小編聯絡 那要試乘 或者是有 對產品有問題呢 都很歡迎大家 私訊給我們家的小編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